7月14日是什么节日? 每年的7月14日被称为银色情人节 银色情人节是把义中人带回家给父母认识 或把对方介绍给其他自己所尊敬的长辈的节日 银色情人节也是爱旅互赠银制礼品、事物的日子 传统习俗是用银戒订婚,戴在手上作为甜蜜心情的见证 其实在一年中,每个月的14日都是情人节 1月14日被称为日记情人节 2月14日是传统情人节 3月14日是白色情人节 4月14日是黑色情人节 5月14日是玫瑰情人节 6月14日是青青情人节 7月14日是银色情人节 8月14日是绿色情人节 9月14日是相片情人节 10月14日是葡萄酒情人节 11月14日是电影情人节 12月14日是拥抱情人节 各位男士们,你们能进入这些情人节吗? fem一人节 你们能进入这些情人节 能引于这些情人节 还值得让他们进入这些情人节 是因为我们能进入这些情人节 甚至于我们不能进入 Maillard